從副縣長鄧桂舉手中接下旗幟 苗栗縣的選手們即將前往新竹參加 10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今年苗栗縣參加12項賽事 共有109位參賽選手 有田徑 路跑 傳統劇目 連今年首辦的直毛也有參賽 對於這次的比賽選手非常有信心 最近練習狀況都非常好 我們每天下午的四點練習到大概六點鐘 然後禮拜六的早上跟禮拜天早上都在練習 應該是成績會有非常好的成績 會冠軍就是大專生的原住民 他們都還就是算蠻專業有在訓練的 所以他們都是可敬的對手這樣 上一屆奪得400公尺跨欄冠軍的高一梅表示 自己很希望今年能再次奪得佳績 但是其他縣市對手的實力也不容輕忽 希望能持續保持平常新昌賽 記者RESBIA 苗栗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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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